联盟大师 场外风云 白话美智兰 一起聊个球 我是老白 要说西部现在最烫手的排名是哪一个 自然就是第五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 太阳队基本就停在了第四的位置 季后赛首轮对阵的球队自然就是第五了 太阳队什么配置大家都很清楚 杜兰克就是最大的变数 在这种情况下 没有球队愿意排在第五 最近一段时间快船一直在输球 一定程度上就是在做局 试图将勇士拱到第五 对于勇士来说 他们先要拿到直通名额 栽向别的东西 结果对阵决进这场比赛 勇士没有抓住机会 那么就对阵决进来说 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呢 勇士恐龙让离 赫尔又玩拖了 浪费一人好状态 谁注意两队出手术 勇士和快船这两只球队有意思 快船掉到第六 勇士就紧接着输球 勇士难道是在恐龙让离 其实并不是如此 勇士肯定不会这么想 第一 球队并没有积攒足够多的胜场 也就是说没有资本去给别人做局 第二 身后的球队来势汹汹 胡人和提胡这段时间冲得很猛 就等着勇士出问题 以便将他们挤到附加赛区域 然而勇士却输给了绝金 这就很遗憾了 其实绝金这段时间一直在下棋 轮修约击棋棋就是给勇士赢 勇士是自己没有抓住机会 这场比赛开始前 科尔就给球队提出过要求 对阵绝金的时候要将状态调整到最佳 开局阶段要有专注力 就第一节来说 勇士还是有着极强的执行力 绝金处于很被动的状态 结果比赛打着打着 科尔就玩脱了 首先在轮换阵容上 以往打得好的孔明加等球员 这场比赛给的机会比较少 另外普尔这场比赛比较高效 但科尔也没有给太多时间 只让他打了19分43秒 科尔伦混乱了之后 只能很用主力 库里和汤普森 格林不年轻了 也能受到了极大的影响 要说这场比赛状态好的球员 自然就是迪文勤佐了 迪文勤佐这场比赛出手12次命中8球 拿到了18分以及13个篮板 这13个篮板中 有5个前场篮板 另外迪文勤佐还有着加十二的在场正负值 是勇士最高的存在 很明显迪文勤佐想要赢球 但他一人发挥稳定根本左右不了比赛走势 这场比赛也就白白浪费迪文勤佐的好状态了 总的来说 这场比赛双方就是疯狂出手 然后再疯狂打铁 谁注意到两队出手输 勇士全场比赛出手105次命中42球 其中有42次是三分球 绝今这边出手100次 命中44球 说白了这场比赛大家拼的就是细节 勇士在篮板领先的情况下却没有赢球 可以说勇士输掉比赛真的是被逼到了绝境 毕竟勇士输掉比赛后已经是掉到了西部第六的位置 而且后面的胡人 踢库都只落后勇士0.5个胜场 可以说接下来的比赛勇士随时可能被挤到西部前六之外 而且这个时候勇士是有可能直接掉到西部第八的位置 可以说下场比赛对阵雷霆勇士必须赢球 否则勇士掉到附加赛区就会充满太多的不确定性 毕竟勇士本赛季的客场战绩太过糟糕了 即使勇士想要通过附加赛打进季后赛真的很困难 所以接下来的比赛勇士无论如何都不能够输球了 否则勇士会陷入万劫不复之地 当然勇士输掉比赛科尔也难辞其就 先不说勇士这场比赛阵入安排怎么样 在第四季比赛中眼看绝金已经起势的时候 科尔不喊暂停真的令人不解 也正是这个时候绝金被拉开比分 可以说当时勇士场面非常的被动 可惜科尔却没有能够及时喊暂停 最终输掉比赛科尔也必须承担责任 同时在今天的比赛中库里表现不佳 全场比赛结束库里28中8得到了21分3篮板司助攻的数据 其中三分球更是糟糕的14中2 在第四季最后时刻三分出现三不战更是太过离谱 所以库里受到批评真的不悦 在这场比赛之后库里接受采访时 如此说道 我们作为一个团队必须搞清楚 如果我们想在季后赛因求或是有所作为 那么像今晚比赛这样的事情就不能发生 可以说这个时候的库里已经是讲出了一个实话 如果勇士在比赛中还打得松松垮垮 那么勇士本赛季真的薰多吉少 毕竟库里 克莱和普尔在客场的状态太过糟糕了 他们这样低迷的表现让勇士陷入困境 而且现在的勇士哪怕进入季后赛也没有办法取得主场优势 所以勇士的前景是非常糟糕的 另外首发后卫迪文秦佐在赛后很失望 他公开批评有一些队友在比赛中缺少专注 说到底 你要自我反省一下 如果你在场上打球还需要别人来提醒你要专注的话 那请原谅我的粗口 把你的脑袋从你的屁眼里拿出来 这么打是不行的 这样是赢不了球的 迪文秦佐这样表示 迪文秦佐没有点名 但是此战有多位球员状态不佳 主帅科尔也批评了球队表现 他认为在首节和第二节前半段 勇士控制了比赛 但是勇士随后出现问题了 我们就停了下来 丢了很多前场板 在攻防两端我们都失去了专注力 我们打的球伤不足 不够强硬 也欠缺纪律性 总之 今天我们不配赢 勇士输掉比赛后 这下就有点被动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 主要还是因为他们和身后球队的胜负关系 胡仁和提胡在身后虎视眈眈 他们都只差0.5个胜场 谁不想直通季后赛 富家赛有那么好玩吗 其实在与绝金的比赛前 勇士会更关心4月6日的落成得比 如果胡仁能击败快船 勇士就能坐稳西部第五 如果快船赢下得比 勇士也能稳保前六 但输给绝金之后 无论落成得比胜负 一旦勇士 提胡 快船与胡仁的常规赛战绩相同 勇士都会排名西部第八 勇士接下来的三个对手 雷霆 国王和开拓者 只有一个主场 战雷霆 雷霆虽然被第八拉开差距 但绝对会全力以赴 因为身后的独行下 至少还有冲进富家赛区的可能 勇士并没有必胜雷霆的把握 战国王和开拓者都是客场 就勇士如今的客场战绩来看 两战全败并不是没有可能 只赢一场 勇士退到富家赛区 赢两场 才可能保证进后赛席位 勇士能行吗 至少现在看来 西部五到八位的球队 都没有挑对手的能力 自身难保啊 另外勇士的坏消息越来越多 新勇士协议对勇士极为不利 这也是意料之中的事 从2015年到2022年 勇士拿到四个总冠军 荣耀背后也有不和谐的声音 有些媒体和竞争对手 将勇士的夺冠称为checkbook win 一一过来就是超能力 只只勇士用高额奢侈税来赢得冠军 而这一点也在新的勇士谈判中 多次被提及 根据现有的爆料 NBA在奢侈税中又设立了一条线 一旦有球队新进总额超过奢侈税 1750万美金 没有资格再使用迷你中产 三个赛季勇士新进总额远超奢侈税 用迷你中产签下迪文亲佐 而按照新的劳资协议 今年夏天 勇士除了底薪和双向合同之外 没有其他直接引人的方式 想一想看 如果这个赛季勇士没有迪文亲佐 他们能不能保留在西部前吧 都要打一个问号 而且 随着新的劳资协议敲定 勇士球员未来的走向也扑朔迷离 尤其是追梦 他在今年夏天面临抉择 要么执行合同留在勇士 薪金为2750万美金 他已经33岁 一旦再等一年 与职业生涯最后一份大合约 就将擦肩而过 要么跳出合同成为自由球员 勇士既不可能与他高薪续约 也不可能以相同的价格 再得到与其能力相仿的球员 换而言之 勇士的机会越来越少 库里要想再拿到总冠军 夺冠窗口其实只剩下金鸣两年 而且2023到20次赛季 还要根据本赛季的表现 以及格林最终的选择来决定 如果勇士能在今年再度逆袭夺冠 他们还可以打出夺冠牌 去吸引底薪球员加盟 也更容易说服格林执行合同 如果他们没有夺冠 勇士的未来就是一片混沌 勇士还不能将所有希望寄托 在嘴哥维基斯身上 从勇士教练 球员的发言来看 他们并没有百分百确认 嘴哥会在常规赛复出 是不是能在戒后赛复出 也没有定论 之前的一系列爆料 都更像是捕风捉影 没有任何事实支撑 即便嘴哥复出 勇士所有的问题都迎刃而解了吗 也许在排兵不准方面 科尔会有更多的调整空间 但勇士现在急需解决的不是阵容 不管嘴哥何时复出 勇士目前的困境 只能由现有的球员去解决 他们必须在接下来的三场比赛 保持全胜 对手分别是雷霆 郭王和开拓者 后两场比赛都在课场进行 只有拿到三连胜 他们才有资格看看竞争对手的表现 勇士还有希望在进后赛首轮打太阳 只是希望越来越渺茫啊 唯一的好消息就是有可能对上国王 而国王已经16年没打进后赛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